要离开我 你干什么我叫你 怎么会 Zither Harp 他现在情况还稳定呢 还行 我刚给他做完理疗 虽然医生说希望渺茫 但是复健治疗 一定该坚持 最近一段时间 辛苦你了 应该的 没来你没来啊 我们 分手了 你知道他爸爸 欠咱们家一千万吗 天乐 你是不是现在挺疑惑的 疑惑在 梅兰妮是为了爱你 还是为了换栈 你知道年轻人和老年的差别在哪吗 年轻人吧 什么事情都愿意问为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归根到根源去 而老年人的心里却是 什么事情动静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结果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当年吧 我在百货公司工作 然后每天都要穿着十二厘米高的高跟鞋 一站就要站八个小时 站得我满脚血泡的 当时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找一个男人 然后可以每天不用站柜台 不用满脚血泡的 后来呢 我就认识你爸爸了 然后他给我一个稳定的家 我们就这样十多年就过去了 当时呢 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 我并不爱他 但是到现在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爱他 那你为何纠结于说 梅兰你想着先还债 还是先爱你 最重要的是 他最后爱上你了 那不就可以了吗 梅兰 乔 进来 你干嘛呀 进来啊 不都说好了吗 宝儿 我跟晶晶决定在一起了 大宝儿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跟晶晶之前其实是一场误会 晶晶她爸爸生平住院 着急用 用钱 所以才跟你们家要那十万块钱彩礼钱 这事你 你不能全怪晶晶 宝儿 你得相信我 你说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更得相信晶晶 她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你真的误会她了 宝儿 你看啊 你跟夏丹也甜蜜了 也幸福了 我希望 你也能祝我跟晶晶幸福 不要made 你说我怎么就派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落地 宝儿 那十万块钱我俩商量好了 我俩会尽快攒 攒齐了呢就还给你 灵害宝 你当时派雷烈来报复我 我都不跟你计较了 现在咱俩算是扯平了 谁不欠谁呢 行 这场反间战 最终以我方卧底投降 失败残重而结束 林林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从今开始 替我好好照顾好我兄弟 放心吧 我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明天哥 这个你收下吧 这个钱呢 我不能收 这是我跟梅兰妮之间的事 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如果我告诉你 妮妮现在是我女朋友 是不是就关我的事了 我今天来找你的 就是为了告诉你 妮妮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我们家跟她的关系 我向你大概也知道 其实梅叔叔呢 一直都希望妮妮嫁给我 可惜 那个时候你们在一起 不过还好 你们现在分开了 我父亲已经答应梅家 帮他们还所有的债务 林先生 其实不瞒你说 这些年来 我为妮妮付出了很多 我想我最终打动了她 她选择接受了我 她现在是你女朋友 没错 我有足够的信心给她幸福 你应该知道 我跟妮妮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我比你更了解她 妮妮啊 她就算是眨一下眼睛 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其实没有你的出现 我跟妮妮早就在一起了 至于她这次重新接受我 我猜 是为了彻底忘记你吧 我跟妮妮说了 这钱我不会要的 我跟妮妮说了 李先生 我现在是妮妮的男朋友 我就有义务去保护她 我以她男朋友身份劝告你 不要再拿债务的事去纠缠她了 好 妮妮告诉我 只有你跟她之间没有债务问题 她才觉得不欠你什么 话说回来 你我都是男人 大家应该明白 作为一个男人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在爱自己的同时 还要去顾忌另外一个男人 你 李先生 正是这个现实吧 收下这笔钱 妮妮让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她再也不想见到你 这是她的意思 没错 妮妮的话我已经带到了 再见 妮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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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不说这钱哪儿来的 我先给你讲讲给钱这人 看见这儿了吗 莫哲 你知道莫哲是谁吗 莫哲是梅兰妮的一个发小 俩人关系很好 属于青梅竹马那个类型的 这钱就是她给的 这莫哲呢一直很喜欢梅兰妮 虽然梅兰妮没跟我承认啊 但是我知道 我了解 没准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万一是梅兰妮跟她借的呢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她为什么要借给她这么多钱 梅兰妮拿什么还 这个问题解释解释 这个问题解释不了吧 梅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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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乖 去看动画片吧 少女帅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乖 梅兰妮 从现在开始 我们做一个游戏好吗 是不是要玩以后 再也不能提少女帅哥 和梅兰妮姐姐的游戏啊 对 我们要做一个 让大家都开心的游戏 就是从现在开始的 每一分每一秒 你做的事情 都要让这个家充满快乐 好吗 好 我会听话的 我想让你快乐 也想让天乐快乐 你脸长大了 懂事了 说什么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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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好 是我 帅哥 有点好 我在看星空 看星空啊 那你看的星空 肯定比我看的星空大 为什么呀 因为你长得比我高啊 离星空近啊 定了 我给你讲个 笑话吧 好啊 很久很久以前呢 有一根火柴呢 她走在路上 突然呢 她的头啊 就好痒好痒好痒 她就挠啊挠啊挠 挠啊挠啊挠 弹 碰 着了 怎么办呢 这时啊就来了一辆救护车 牙医牙医牙医的把火柴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啊 她就包啊 缠啊 包啊 绕啊 被包成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吧 被包成了一个棉签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呢 过了几天呢 她的伤就好了 她来到镜子前一照 你猜她又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根啊 牙钦 是 真的 你怎么了 你弄我说的笑话 不好笑吗 好笑 来 坐下 嗯 陪我看会儿星空 嗯 喂 你知道吗 有一个地方 叫特卡波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那个地方叫新西兰 星空特别的美 等你长大了 有机会 带你去 好不好 好 嗯 走 我赶快把你量的银帅 好好接受 你让你加上liv4 哎呀,这真是太谢谢你了,莫哲啊,你说这让叔叔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叔叔,我跟你你是一起长大的,帮这些忙,应该的。 哎呀,不不不,叔叔啊,还是要好好地谢谢你才行啊,啊,你放心,你们家的债,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还上。 哎呀,莫哲啊,你是帮了叔叔一个大忙啊,啊,莫哲,以后你有什么事求叔叔,尽管开口,别客气啊。 叔叔,啊,我还真有件事,需要您帮我,哎,说说。 我想娶来你,我其实喜欢你你已经很久了,我觉得,我跟他挺合适的。 而且我也能好好照顾他。 这,娜娜,你把这个事,跟兰妮说了吗? 说了。 她怎么说啊? 她好像还没有忘了李天乐,她没答应我。 所以我来找您,希望您帮帮我,帮我说服妮妮。 无论如何,我希望她能嫁给我。 哎呀,莫哲啊,可这,可这结婚的事情。 恐怕叔叔做不了主啊。 这事啊,不是叔叔帮不了你。 这事,我的确是为难哪。 你看好,这妮妮和天乐刚刚分手。 而且还是因为我的原因。 叔叔,那个林天乐那样误会妮妮。 让妮妮那么伤心,跟她分手是应该的。 其实啊,这件事啊,不能怪林天乐。 她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 她对妮妮也是一片真心的。 这场误会,要怪就。 那个林天乐根本就配不上妮妮。 只有我才能想妮妮幸福。 我真的不明白, 那个林天乐到底哪儿好。 你要这样维护她。 孩子啊, 你们年轻人应该比我更明白。 爱情, 是婚姻的基础啊。 我问你, 你和妮妮之间, 有爱吗? 当然有了。 叔叔, 这么多年了, 妮妮只要有困难, 我第一个站出来帮她。 她这次需要一千万,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就给她。 这不叫爱情吗? 我做了这么多, 我不就是希望妮妮跟我在一起吗? 叔叔, 我喜欢妮妮,我爱她。 只要妮妮愿意嫁给我, 你们的债, 我来还。 孩子啊,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这, 这怎么跟你说呢? 如果您不答应的话, 那你就立即把一千万还给我。 好吗? 莫哲, 你看, 叔叔, 我现在的确是没钱。 这样吧,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尽快地, 把钱还给你, 好吗? 是吗? 叔叔, 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您还是不答应。 不过我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让你一嫁给我。 如果我做了什么出口的事, 你没怪我。 不过我。 你只能让你一嫁早就行为自己的婚伴, 你只能让你一嫁。 你自己都要行为, 什么人得给你益了? 你会给你个人干净。 那娱伴! 可以告诉你自己。 让我帮他劝劝你 爸 我跟他只是好朋友 我们两个不可能有别的发展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说你的婚事 我不可能做主 得你自己做决定 可他说 他为了你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还说 如果我不答应 就让我把这一千万 马上还给他 一千万 一千万我早就还给他了 而且我跟他说了 这钱我会自己还给林天乐 可是莫哲跟我说 是他亲手把这票 给林天乐的 他瞒着我 又去把钱还给林天乐了 应该是这样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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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这么做啊 我完全一点都不知道 孩子啊 你先别急 我跟你说这件事呢 不是想劝你嫁给他 婚姻是个大事 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所以我不可能答应他 爸 你别操心了 我去找到他 那你一定 好好跟他说 好吗 嗯 好吗 嗯 报车 走 吃饭了 你干吗呀 你凭什么去给林天乐还钱 你不告诉我 霓霓 我那是在帮你啊 你总不能让我看着你 为了还价去折腾你自己吧 反正我不忍心 我替你还价有错吗 我替你还价有错吗 谁让你还了 我都说了我自己会还 我不需要你操这个心 我知道你想靠自己 我也没否认过你有这样的能力吧 我只是不希望你把工作跟债务混淆在一起 梅兰妮 你是一个有天分的设计师 一个设计师应该把全身心的精力 投入到创作当中去 你呢 你现在把工作就等于把我赚钱还债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事业 行 先不说这个 还有你 你干吗去找我爸说那些话呀 我爸都觉得你是在威胁我们 你呢 妮妮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是我一时冲动 对叔叔说了那些混账的话 我本来只是想让叔叔帮我劝劝你 可是叔叔说这感情的事 你自己说了算 我就一时没想通 这叔叔 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敢帮我 可是不管怎么样 对不起 莫哲 我一直以来我都说 我们是发小 你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懂我的也是最了解我的 但是 如果我之前对你的依赖 会让你产生什么别的误会的话 我今天 郑重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妮妮 我知道 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我很难 我不逼你 可是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吧 所以 我觉得不管你遇到什么事 我都应该站出来去帮你 不让你受委屈 我希望你知道 我做了这么多事 当然 我做错了 不过 我希望你幸福 我就说嘛 莫哲是最好的了 如果以后 你有什么时候遇到困难 我也一定第一时间冲到面前来帮助你 我啊 你能帮我什么 你感觉份困难万元 你能把这 hot 필요很容易 吧 你能不能下 bien 你有什么没想ja 哪一可以 我跟你没想到 他不知道 我是真的 他说我不可能平白无辜 一千万出来替你还债 他觉得这背后有原因 我跟他解释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遇到困难 我一定会帮你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所以拿钱给他 而且我跟他说了 这钱不是我送你的 你以后赚了钱会还我的 对 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梅兰妮跟你靠得那么近 就是因为你莫哲有钱而已 他 这么想我 我也没想到 他会这么想你 原来你在他那儿 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嘛 他最后还说 这一千万我收下了 一转告没来你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叫他好自为之 真的这么说吗 妮妮 你放心 债务的事我全部都解决了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相信我 点吧 来你啊 请爸爸吃饭干嘛这么破废 随便吃点就行了 我发奖金了 请老爸吃点好的 你这孩子 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你看你都瘦了 这样下去身体不行的 爸我是成年人不是孩子 而且我告诉你 我已经计划好了 我先多接几个案子 然后积累点人脉和经验 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开工作室了 可是你 你这个样子 爸爸看着心疼啊 你和天乐的事情 怎么样了 其实你很想在急 我面前欣赖他 你可以不知道 去哪儿啊 确定了 你还会在这儿呢 却庇星的 你还真的不想在这儿呢 不不想在这儿呢 让我一定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爸 其实莫哲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坏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 一动起气来 说一些气头上的话 您别往心里去 蓝宁啊 我觉得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这孩子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真的 行了 我都饿了 好好好 来吧点菜 叫服务员 服务员 点菜 妮妮啊 你的创作怎么样了 那个你要喝什么送到我 我先把这图成功了 我先把这图画完你要喝什么自己弄啊 哎 妮妮啊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就是赶紧好好工作 把债给还清楚 我说的是感情方面 你是怎么考虑的 先不说这个了 还敢不敢情呢 你就先这么过吧 没了你 嗯 说 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也试图说服我自己忘了你 但我做不到 妮妮 我爱你 你让我来照顾你好吗 莫哲你别这样 你弄得我真的是 莫哲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你告诉我呢 我哪儿不好 我可以为你改 我真的可以 你哪儿都做得很好 莫哲 可是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 我都做得很好 我到底哪儿比不过林天乐 林天乐他能给你的 我可以给你 他给不了你的 我付出一切代价也可以给你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莫哲 跟天乐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林天乐 我跟你之间 我们两个也是不可能的呀 我就是 你就真的对我无动一种 你是我的家人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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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才会你最后一次 你愿意嫁给我妈 对 我才会你最后一次 我跟你结婚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给我一次结婚 你冷静一点 霓霓 霓霓 我爱你 你干什么要离开我 霓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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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霓怎么了 对不起霓霓 对不起霓霓 我们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霓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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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霓霓霓 对不起霓霓 对不起霓霓 这就是席霓霓 我们去拿她的霓霓霓 对不起霓霓霓 爱是否会悄悄消散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呗 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 坚持多久才能靠岸 那天乐 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 想过多少自信吗 就说我都觉得我特别的恨自己 像一只发了风扑火的灰热 坚持着信仰的执着 为你快乐 因缘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 也许我给不清一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不愿回到曾经是一个孤独的自己 自你闯入我内心的那一刻 为你快乐 为你快乐 因缘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清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帮忙 对 祝你 这么巧 真巧 那么不愿意见我啊 你不也是吗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这儿了 最近还好吗 挺好 你头怎么了 我不小心磕了 磕哪儿了 牧哲干呢 好 快 林太郎 你要干嘛 我以为你那是文达的 我不想先他 但不怪你的事 是吧 我 爸 你谁 你多八蛋 爸 我 我 好点了吗 你都看到了 林天乐既然打我 我不会放过他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更不用替林天乐说 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 我要让他坐牢 谁也别想救他 你也别想救他 莫哲 你扣了 别说了 我要让他坐牢 你在考虑 我让他坐牢 你走吧 墨哲 我是代表林佳来跟你道个歉 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 天乐这件事做得不对 我批评他了 他也知道错了 所以我今天 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 墨哲 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 把这个事就大事化小了 你呢 你开一笔数目 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 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行吗 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 墨哲 你可不行 不能这么做 天乐不能坐牢 林佳的企业还等着他呢 他如果坐牢了 公司就没人管了 我真是没想到 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 来给他求情 我对他很失望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我自己要来的 墨哲 你看看 有什么办法 咱们能妥善地解决一下 好不好 你 我累了 你们走吧 阿姨 你要干吗呀 莫哲 莫哲 你 这是一个孕妇 又是你的长辈 你忍心吗 阿姨 你快起来 别管我 莫哲 我求你了 你放过林天乐吧 天乐真的不能坐牢了 我们林家 上下的心脉靠人 都在等着他呢 天乐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替林家大小 跟你道个亲 如果你还不满意 我就一直在这儿跪着 直到你安逸未知 你起来吧 阿姨 快起来呀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 这是我跟她的事 阿姨 快起来吧 阿姨 快起来吧 地上凉 那是我跟她的事 您快起来吧 阿姨 莫哲这边死也不松口 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 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 甚至张阿姨她 我们都想尽办法了 软的硬的都不行 看来她还是不愿意放过你 你说现在的情况 真是挺难弄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放弃的 会继续想办法的 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了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负责任 照顾好自己 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 我自己负责任 莫哲的脾气我很清楚 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烂妮 我知道这个挺难的 但我还是希望你 好好地想想办法去劝劝莫哲 因为她现在最听你的话了 天乐不能坐牢 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 抛开这些不说 咱们想想天乐 你说她这么年轻 一旦要是进了牢里 她这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咱们真的是想办法 要把天乐给救出来 你再好好去穿圈 莫哲去 我会尽力去试试她 给你熬了点粥 还挺香的 那个 你能喂我一下吗 我这不太方便实在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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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只是想问你 如果现在躺在这儿呢 不是我 是林天乐 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我真的想知道 我真的想知道 你到底是心疼我 还是心疼她 为什么你为她做那么多 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 所以才误会你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都应该怪我 我 我这儿 你能不能看在 我们这么多年 好朋友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天了吗 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 他就应该承担责任 别再劝我了 别再劝我了 这只会让我更烦恼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 除非你嫁给我 我爱你你你 我真的爱你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别怕飞得多遥远 别怕飞得多遥远 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 没什么 会觉得遗憾 眼泪笑了的瞬间 感谢可以遇见你 才了解 怎样感动 回忆就算只有 什么 会永恒 因为你 永远在我故事中 因为我 依然爱你 到 最终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